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今天看我们一席 看我 或者你将来看李旦池子 开心麻花 看任何的喜剧艺术 只要记住四个字就会很开心 这四个字叫做降低期待 没有那么难的 开心幸福是人为主观造成的 各位朋友们 你只要想让自己开心 想让自己幸福 总有办法的 其实不仅看喜剧如此 人生道路上 你想让自己开心幸福 也是降低期待 真的 比如说你们将来要找对象 对不对 你就降低期待 你只要希望的对象 四肢健全就可以了 对不对 期待很低是吗 找过来看 我靠还会说话 你说 是不是很开心 幸福是不是自己造成的 谢谢大家 大家实在太捧我了 还有一点说明 其实每个喜剧段落里面 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冒犯性 小小的冒犯性 我很欣赏一句 西方一个哲人说的话 他说 每一个喜剧段子里面 都有一个人在哭泣 一群人在欢笑 一个人在哭泣 一群人在欢笑 大家如果 我说的段子 将来会冒犯到你 你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你要变成 那个哭泣的人 你反过来想一下 你一个人的哭泣 造成了一群人的欢笑 你也是很伟大的 可以吗 好 你看一下 我们先从我自己的家乡说起 我今天的表演的节目的主题 叫做魔都之子 大家可以看得出 我也是来自上海的 对不对 这里有多少上海的朋友 有吗 从上海过来的 还是不少 你知道我们上海人举手 都有个特点 先看一下周围人举手 大家来自上海 我也来自上海 我从我的家乡 小时候开始讲起 我从小出生在 上海洋浦区的 澎湖区里 那里叫定海街道 和中国所有的地方都差不多 但有一点我觉得很特别 从小到大那边的家教 就很特别 我们那条街道 从小到大家教 信奉一条 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 所以我们那条街 是有名的孝子街 你知道吗 所有孩子从小到大 都打到大的 我觉得做一个80后 其实在家里被家长打 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对不对 各位 有时候被家长打 学校里有时候老师还会打你 对不对 80后 90后们 怎么样 是被打失忆了吗 还怎么样 我觉得最夸张的听我说 不是被家长打 被老师打小时候 最夸张的是 家长叫老师 去打自己的孩子 我妈就这样 以前开家长会 我妈就跟老师说 老师啊 我这个孩子表现不好 你替我打他 替我打他 其他家长就不开心了 成了我们也付学费的 干嘛就打他孩子啊 我们要打到老师啊 这个不能偏心的 以前我记得经常在家里 打我的是我爸 但我爸是属于一个 很没有文化的人 他打我从来不是根据 考试成绩的高低 而是看他当天打麻将 有没有赢钱来打我 心情好欢 有一天我记得我们在吃饭 然后我爸突然站起来打我 他说 笑错了啊 这堂英文考试 就考七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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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动手了 你知道 彭户区的住宅条件是 每家每户很小 离得很近 你干什么事情 隔壁邻居都知道 对不对 我隔壁邻居的父母 也在吃饭一听 哇塞 七十分也应该打 然后隔壁邻居被打了一对 你知道吗 他叫狗子从此怀恨在心 我讲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观点 可能有点争议 我知道打麻将语 不管是谁打孩子 肯定是不对 但我觉得如果在家里 你家长稍微像我们一样 以前的家长那样 硬气一点 对不对 就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 就是为什么 以前我爸妈经常在家里打我 他就造成我 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 对 他想打我 可能想躲闪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人类的本能 那你有这种本能 有什么好处 就是在社会上 你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 有时候就知道 怎么反应抵抗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 个人认为 现在社会上 有一些校园欺凌事件 霸童事件 虐童事件 确实是很不对 那些人确实是王八蛋 但如果你在家里 不训练孩子的话 他就只能被别人打 有时候 是不是 你说以后 以前有人要欺负我 他说你过来 你过来 我说 他打得到吗 打不到 抓住他手 叫就搞七十分 我有时候想了一下 我小时候 为什么被父母打 被老师打 我是不是做过很多 很出国的事情 确实做过很多 出国的事情 讲一件 非常抱歉 我以前成绩不好的时候 会打电话 威胁我们老师 美国恐怖电影 看了太多了 你知道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 英语成绩不好 我打电话 又威胁我们英语 刘老师 那个时候还是 坐机拨号的年代 而且是一个理论 只有一个电话亭 你要跑一公里 到那个电话亭 去打电话 然后我跑过去 打电话 刘老师接电话 刘老师说 你好 你找哪位 我说刘老师 你别管我找哪位 我告诉你 你把不及格的同学 都改及格了 不然我弄死你 然后刘老师说了 好像就一个人 不及格嘛 会行啊 至今不知道 你知道 本来这件事情 可以瞒天过海的 没有人知道 有一天 我在我家和我爸吃饭 隔壁狗子他妈 又开始打他了 狗子他妈说 小东西啊 这趟英文考试全盘 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二名 你说 谁比你更差 这时候 狗子报复的智慧到了 他说 隔壁的Storm比我更差 我已经做好准备 被我爸打了 没想到我爸站起来 就是隔壁吼 今天不打了 哈哈 麻将赢钱咯 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真的是我喜剧创作的源泉 他真的是一个 很搞笑的人 你知道吗 我爸爸是一个63岁今年 一个上海中老年男性 他有你们所有认为 上海中老年男性 有的缺点都会有 他会有一点点的自负 他会觉得做上海人 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感觉 他就这样 但他不会伤害别人 他就会讲一些 很无知很搞笑的话 怎么说 最近我爸去四川成都旅游 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爸 成都好玩吗 你什么大熟猫什么看过吗 然后我爸说了 哎呦 成都这个地方无聊死了 这个地方 外地人太多了 这个地方 我说爸 你在成都 他们不是外地人 你才是好不好 然后我爸说了 上海人怎么可能是外地人 我爸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们那个年代的 上海中老年男人 还有一个特点 我爸看到任何 报章电视杂志 任何 只要看到任何 和上海有关的 他就会大吹特吹 就非常兴奋 以前我爸看到 姚明刘祥 他就跟我说 你看你看啊 上海人跑得就是快 跳得就是高 上海人就是好 那确实吴化葛说 姚明刘祥 全中国的骄傲 全上海的骄傲 吴化葛说 后面我爸看到 韩寒周立波 他说 你看你看啊 上海的文化人 就是有文化 在全国面前耀武扬威 上海就是好 你们知道 之前有一段时间 不是周立波被抓进去了吗 对不对 是不是 我跟我爸说 我爸 爸 现在周立波被抓进去 你没话说了吧 然后我爸说 这怎么说的啊 要被抓进去 我们上海人是第一个 郭德纲被抓了吗 赵本山被抓了吗 为什么没有被抓 因为上海人就是好 这些都算了 对不对 最过分的有一次啊 大概是 五六年前 大家知道 安加拉贝比和黄小明 是在上海 什么国际展览中心 那个地方 前回延安中路嘛 对不对 然后看娱乐新闻 我爸看到了 他跟我说 你看你看啊 我们上海小夫妻就是幸福 全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就是上海 我说 爸不对 那个黄小明他是山东人 安加拉贝算上海人 但他现在是香港居民了 对不对 他们结婚好像不是上海小夫妻嘛 然后我爸说了 这怎么说的啊 他们在上海结婚 就说明上海好 他们想拿上海户口 在上海买房子 我说爸 他们两个 很有钱很有钱的 在全世界哪里买房子都可以的 在上海结婚就是一个情怀 对不对 因缘巧合而已 我这么一说可能闷到我爸了 我爸了想了一下 哎呦 这样啊 哎呦 是这样子的 哎呦 那他们这个婚姻啊 不会幸福的 不会幸福的啊 安加拉贝比加给一个外地人 怎么可能幸福了 对不对 刚刚讲到家庭啊 教育啊 我觉得家庭的教育 其实真的是 我喜剧创作的源泉 也是生活当中幽默的源泉 但我总发现一点 大家有没有同感 其实在我们中国 现在经济很发达 大家生活都很开心 但总体来说 我觉得笑这件事情 欢笑 还不是非常被认同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我觉得欢笑是非常重要 但从小到大的教育 就告诉我们 人一定要严肃 尤其是中国男人 一定要严肃 中国男人从小到大 我们被教育到 泰山崩于前而不乱 稳重 什么叫泰山崩于前而不乱 你们知道吗 就是面贪脸 中国男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笑 一笑就是不稳重 任何时候啊 再好的消息都不能笑 告诉你 哎 你考上了清华大学 应该的 对不对 恭喜你 工资涨了五万块 哎呦 太少来 恭喜你老婆跟你离婚了 哎 笑一下 对 就在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男人才能笑一下 真的 中国男人真的很压抑 大家看 在座 来首先就来了很多女生 我看了很多喜剧 话剧表演 多数都是女生 你看现场今天 也是女生大多数 而且女生 一般都笑了很开心 因为女性 基本上懂得释放情绪 男性不行 男性一定要憋着 你知道吗 男人一定要憋着 就体现他自己酷 像前排大哥一样 手一叉 别人笑他还不开心了 还要跟别人说 网上听过的呀 妈的 男人不笑是最酷的 你知道吗 我给他讲个道理 为什么男性 我们一定要笑好不好 其实你看 有统计到城市里面 平均受病 女性是82岁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 男性是76岁左右 为什么 因为笑可以释放很多东西 释放多巴胺 释放内肥胎 女性很懂得释放 她就活了长 心血管系都好 但男人不行 男人一定要憋着 你知道吗 我们男人一定要憋着 20岁憋着 30岁憋着 40岁憋着 到60岁 哈哈一笑 血管爆了就死了 男人就是这样 憋死的你知道吗 很多的情绪释放 我都觉得是健康的 不仅是笑 还有哭 我觉得经常哭 肯定是不对 那男板哭一次不行吗 就不行 你不是男人 如果哭的话 我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人 有时候会哭 我发现 我一哭之后 第一个不同情我的 不是这个社会 而是我父母 真的 有一次啊 我因为感情的事情 在房间里哭 我说 然后我爸开门了 他说 哎呦 打扰了啊 他说你在干嘛 我说 我因为感情的事情 今天不好哭 他说 哎呦 你这样肯定很帅的 女孩子都喜欢你啊 你有什么好哭的了 我告诉你 我也没经历过什么事情 我也就上山下山 饿了十年 我也没哭 我跟你妈在一起 前五年 手都没牵过也没哭 爸 你跟我妈在一起 手都没牵过 怎么有我的 那你不要管好不好 男人就不能哭 你看到吗 父母都不同情你 给大家做个实验 例子比较好不好 男人 随便哪个男人 走在公共场合 哭起来 是没有人会同情他 发生什么事情的 我上次在上海的南京东路 走在南京东路上 看到有一个 头发非常花枝招展的 小哥你知道吗 他可能是 Tony什么理发店 丢了工作 然后就在路边开始哭 经过几百个人 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问他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不一样 我有点爱心 对不对 我走到他旁边来 对不对 拿出我的手机 给他放了一首 你算什么男人 就告诉他 男人不应该哭 女生不一样 真的 女生 你们可以做个例子 你到大街上 开始哭起来 总有几个好心男人 我们会停下来 挺多人 我们会停下来 对不对 凑镜看一下 你漂不漂亮 然后再决定怎么做 是吧 一个刚刚我说了 家庭 还有出身上海 对我的影响是挺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 学习生涯吧 也对我挺大的 我喜欢上这种艺术 这种艺术是源于美国 现在我们用普通话 在中国表演 我喜欢这种西方的艺术 也是源于我的学习生涯 我曾经到国外去留学过 那并不是什么 值得骄傲的事情 现在留学很容易 而且我留学 主要的目的 也不是因为我学习好 我在国内高中毕业之后 没有考上那一首本科 我又就决定不学习了 我差不多 18岁到21岁的时候 我就在社会上工作 断断续续地工作 然后我妈是很传统的人 你知道吗 她有一天就拉近我 她说 儿子啊 你这样子天天在社会上混 不学习 不怎么样 要成我们社会累赘的 要不你出国留学 到他们国家 成为他们社会的 我妈真的是要跟我说的 非常的爱国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去留学了 我留学当中发生了 几件好笑的事情 一是我发现 我的英语水平长进了 二是我学了一项技能 我当时出国留学 学的是汽车工程专业 这是我要学习的 到澳大利亚学习三年 我一开始以为 学习三年汽车工程专业 我毕业之后 能成为像特斯拉老板 阿罗马斯克那样的人物 用新能源改变世界 但是没有 我去那里读书三年 他们从来没有教我们 任何新能源的知识 都教我们怎么上车实践 你知道吗 所以我回国之后 我朋友和我说 Storm 你是厉害吗 你到澳大利亚去读 南乡技校 还有一个是 我的英语成绩得到了长进 我以前英语真的说了不怎么样 现在我在全世界 很多国家 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都会进行双语表演 中文加英语 我觉得很多人 我们学外语的时候 花了很多的钱 很多的时间去学外语 可以学到很好 比我好多的人都有 但我们总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都不怎么样 因为不是我们的母语 说都不怎么样 你看很多人 没有字幕的电影也看得懂 美剧也看得懂 但要他说 就说不了 我觉得这没什么错的 但在想过吗 当我们如果都听力比口语好 很多的时候 如果某天 我们要和外国人老外 争执吵架的时候 是不是就比较尴尬了 是不是 他们骂我们什么都听得懂 对不对 就是没有办法回嘴 对不对 你能想象吗 某天啊 就在门口 苏州 一个老外看到我骂我 他 Ey Storm You ass how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ff my face 我会叫 他在骂我 对不对 我都听懂了 绝命毒师里面都有 要怎么反击呢 这时候只要一招反击他 就是You too 讲道理就是 喜欢用生活当中一些 我的小聪明 给大家制造一些欢乐 其实大家不要去试 我再讲 我其实 为什么喜欢上这些东西 一个是说 我西方文化 我学英语 然后看了很多 国外的视频 然后最近从一二年开始 我们中国国内 也出现了单口喜剧 脱口秀这样的表演形式 然后加入成为了 可能第一批表演者 然后还有一个是 影响我比较深的 喜欢这样自由表达 在台上 可能说有点随心所欲 你可以这样说 漫无目的 或者不拘一格的 这种表演形式 是受说唱艺术的影响 我以前真的很喜欢 说唱歌手 我觉得我在台上 虽然没有他们那种 节奏韵律 我也像他们一样 那种表演 但我最近发现 其实说唱歌手 真的没有我们 在台上说喜剧的人 这么真实 这么real 没有 我觉得说唱歌手 装腔做事 还是太多了 有一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说唱演唱会啊 一般说唱歌手 出来都很帅 他后面还有个DJ 对不对 他都很帅 他会说 要DJ drop that shit 然后开始DJ 开始戳叠了 对不对 然后他一开始都不唱 他都会让观众开始唱 大家有没有看过 说唱演唱会 他都让观众唱 他说 要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make some noise 然后你们在上面 啊 女生都是啊 但是不管你喊了多响 他都会装作听不见 他说就这样吗 大声点 我听不见 啊 是不是 一般这个套路 要用第三次 还是听不见 大声点 啊 然后他开始唱了 这是说唱歌手 我就觉得不real嘛 那你不real 我也不real 我建议大家以后 去奢唱歌手演唱会 前两边就不要叫了嘛 是不是 既然他用套路的话 前两边就 或者你说一些 其他的东西 对不对 他说 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你弄到脑子瓦特了 大声点 我听不见 你的鞋是假的 大声点 我听不见 他白天都装作听不见 对不对 比较不喜欢这些 生活当中不real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 除了说唱歌手之外 他总会带领一个DJ出来 说唱歌手红了之后 都会带一个DJ出来 对不对 我觉得DJ 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DJ 但我真心不觉得DJ 有什么厉害的 我真心不觉得DJ 有什么厉害的 而且现在DJ特别多 真的 酒吧 夜店 演唱会 都有DJ 我上次去喝了一个早茶 也有DJ 我在吃小笼包 一个DJ在放 干嘛你在 我朋友那个狗子 就刚刚说的那个朋友 经常跟他玩 他非常喜欢DJ 他觉得DJ非常厉害 他跟我说 Storm你看DJ都非常厉害 你看昨天晚上那个DJ 他放的都是我最喜欢的歌 你知道为什么DJ厉害吗 因为他放的都是别人的歌吗 对不对 所有DJ放的都是别人的歌 放的都是Jay-Z啊 Beyonce啊 TF Voice啊 凤凰传奇啊 放的都是这个 对不对 放的他说 不是 你没听懂 DJ放的不是一般的别人的歌 他放的是DJ版本的 你知道什么叫DJ版本的歌吗 就是把好好的一首歌拿过来 然后中间剪一半 加点噪音进去 就是DJ版本 给你演示一下 什么叫DJ版本的 在你的心上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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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地飞翔 飞翔 我靠 这就不一样啊 这就比原来更厉害了 这是相当于把别人的稿子 拿过来洗稿 就是这个概念 对不对 还有一点原因 是因为DJ也很喜欢说废话 全世界的DJ都喜欢说一句废话 叫做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对不对 叫你们把手举起来 对不对 而且都喜欢用英语说这句话 你知道吗 这句话没有其他版本啊 我去过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法国 都是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都喜欢英语说 我上个月去了一次沈阳 那个DJ也是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你干嘛呢 你就说老铁把胳膊举起来 就行了 而且他真的这么一说 大家真的会照做 你知道吗 他说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然后下面人都是 这样傻不傻 首先傻不傻 还有一点 我发现DJ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职业 他叫你把手举起来 你会听的 大家有看过其他职业吗 再怎么辛苦都没人听 看过电影里面 警察怎么抓坏人吗 警察拿把枪啊 拿把枪啊 这样就不要都把手举起来 那坏人是 去你妈的 从来没人停下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以后 警察抓坏人 就不要拿枪了嘛 拿个打碟机嘛 对不对 警察就这样 他说你走吧 你走吧 站住不要动 Pull Your Hands Up 然后那个坏人走到一半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来了 在你的心上 一点我关于音乐的余见 我也不是特别懂 再讲回我自己好不好 我发现 我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 有时候我要去苏州出差 从上海到苏州 有时候会更远的地方 美国 澳大利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都会去 然后就发现 我和我身边小时候的朋友 像狗子啊 或者是我父母这样的家人 有时候就失去了共鸣 因为我现在的生活 是他们不能理解的 真的是 他们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职业 所以他们也不能理解 我在干什么 我的喜怒哀乐 不能跟他们分享 而且我应该是 我们那条孝子街上 唯一一个读过大学 出过国的人 他们更不能理解 我在做什么 而且我还有一个坏毛病 我会假装ABC 很坏的毛病 就是讲到一般的中文 会加剧英文 你知道吗 他们更不能理解 有时候跟他们聊天 就非常难 我再举个例子 我最近和一个老外 在做生意 然后被一个老外坑了 对不对 我心情很差 然后回家之后碰到狗子 他跟我说 哎呦 兄弟啊 看上去心情不好吗 怎么了 我说啊 你不会懂的 好啊 不要说了 他说 哎呦 你跟我说嘛 小时候你爸打你 我都看到了 我都懂的 好啊 我说啊 我跟你说 最近 这样这样 我跟你说 最近跟一个老外做生意 然后被那个老外坑了 那个老外说什么 Your is mine Mine is also mine 你懂吗 你继续说 你继续说 这个老外 He just don't trust me He lied to everybody He kicked me out of business 他就把我生意都毁了 然后跟别人说 我骗他 其实他骗我 My sabotage my reputation All across the world 我就是很生气 现在跟你说 你肯定 你不要等我 你反正很生气 你知道 知道兄弟生气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看着我 他说 哎呦 你英文说了不错嘛 你干脆教英文好了 就完全不懂 我的喜怒爱乐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回去了 我那天回去之后 我妈和我小姨 在家里 坐在沙发上 我妈看到我说 儿子啊 怎么心情不好啊 我说啊 我遇到点事情 跟狗子说他不懂 跟你说你也不要懂了 然后我妈说 哎哟 我是你妈妈 什么都懂 小时候你爸打你 我没有帮你 现在我帮你好不好 然后我跟我妈说 妈你就不要说话了 好不好 我就跟你说 我就跟你倾诉一下 不管你懂不懂 我跟你倾诉 是这样 我最近和一个老外做生意 然后被一个老外坑了 那个老外说什么 Yours mine Mine is also mine 对不对 然后He just don't trust me Lie to everybody 他就骗我 你知道骗你儿子 然后他把我生意都抢走了 kick me out of business 然后我现在就很fustrated 跟狗子说不懂 跟你也不懂 但是没有关系 你妈你知道 等我的心情就好了 然后我妈看着我 看着我的小姨说 你自己英文好吗 然后我小姨看着我说 哎哟 英文这么好 还找不到老婆 是不是不喜欢女人啊 就没有人懂我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我最终知道了 我最终知道了 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出现 我和不懂我的人去倾诉 这是自己的毛病 我找一个差不多和我见识一样的人 去倾诉 我就找到我一个大学同学 Jason 他也在国外留学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Jason 你不要说话 直接听我说好不好 我最近和老外做生意 然后被老外坑了 老外说Yours is mine Mines also mine He just don't trust me Lie to everybody 把我生意都抢走了 你肯定懂了对不对 然后Jason说了 哎哟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啊 是He doesn't trust me 不是He don't trust me 英文这么不好 要不要找个家庭 就没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刚讲到我这个 结婚啊 没有结婚 其实是这样 我32岁啊 我现在还是单身啊 也是我经常说的一个事情啊 我今年32岁 我五六年前 比较烦的是父母催婚 我现在烦的是父母不催婚 我觉得他们怎么不催婚了 他们是不是放弃了 还是他们察觉出什么了 就很奇怪你知道吗 哎 其实我认真地给大家讲 婚姻这件事情 我作为我们 作为中国人来说 还是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之一结婚 对不对 尤其是一个男生 从传统观念来说 你结婚之后 就要承担家庭的重担 承担经济的重担 男人一定要有责任感 是不是 我就是因为太有责任感了 而不选择结婚生子 因为我每天看 自己的银行账户就想 孩子到两岁半就饿死了 太有责任感了 我刚刚说了一句话 我说 男生结婚之后 要承担家庭的重担 承担经济的重担 但现在真的男女平等 女生很多人 你们也很厉害 能挣很多很多钱 但女人只要一挣钱多 我们这个社会 就稍微对她会有一些偏见 就像董明珠一样 我就觉得 这个女人挣钱多 她一定不是非常顾家 这个女人挣钱多 她只是一个女强人而已 听出什么吗 女人一定要很强 才能挣钱很多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刻板印象 但男人都要挣钱多的 因为你有听过 男强人这个词吗 没有 马云挣这么多钱 我们叫他什么 爸爸 只有挣这么多钱 才能享受出父亲的快乐 你知道吗 这个大哥的两个手 逐渐放下了 因为我刚刚叫他称他爸爸 叫他对 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段 好不好 我讲一段 最近其实除了来我们一席 很开心之外 还有一段 我觉得比较光荣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有个电视台 叫做Comedy Central 就是除了黑人兄弟 然后以前Trevano 那些电视节目 应该是世界上 最大的喜剧平台的一个节目 然后我最近 应该是作为 第一个中国人 被邀请上这个节目 然后成为第一个 在那里录制专场的人 11月会在美国全美放映 会厉害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没什么大不了 自费去的 但是那个 邀请去 邀请去的 是这样 我每次 很多次录国外节目 我就发现 其实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的身份 去接受一些文化输出 或者文化交流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让别人知道 其实喜剧做喜剧 我们也不输你 就算用你们的形式 我也不输你 用你们的语言 我也不输你 我这次录这个节目 他们全世界邀请了12个人 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 中国 什么国家都会有 12个人 齐聚新加坡录这个节目 然后 由于时间有限 所有人都放在一天里录制 12个人放在一天录制 像这样的剧场 12个人放一天录制 就造成他们从下午5点 一直录制到凌晨3点 那一开始5点到10点的时候 是有观众的 那10点以后 观众就累了就走了 那怎么办 要穿帮了怎么办 他们只有找自己的工作人员 导演组 到观众席里冒充观众 拍手 鼓掌 这样 然后观众越走越多 越走越走 导演组不够用了怎么办 他们就邀请我们演员 到这个观众席里 给互相拍手鼓掌 就真的这样的 我觉得好开眼界 我大概是凌晨2点半的 上这个节目 已经没什么人了 但我表现得还不错 我讲完之后 我就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是一个 很关键的环节 叫做剪片环节 看片剪片 我就走进我那个剪片室 然后那个剪片导演 是一个美国白人小哥 他很专业啊 他给我看了 他和我解释 他说Storm这样 由于你是2点半上 这个节目的 所以呢 观众的笑声不是很大 我们只能把之前的 那些笑声 穿插在你的节目里面 大家知道造成什么后果吗 就是我Storm徐 在台上讲 然后我同时在台下笑 真的 怎么做到是火引人者吗 但我能理解他 你知道吗 他作为一个西方人 他们有个刻板印象 就看我们亚洲人都差不多 真的 他就说 这个人是吴京还是李小龙 他不知道你知道吗 他看我们都差不多 但我觉得他是无知 我不能怪他 他不是故意的 但我还是要弥补这个错误 我要点给他 我说大哥 我就指那个屏幕 我说你不觉得 Don't you think this is strange 你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他看了那个屏幕好久 Yes I think he's ugly too 然后就把我剪掉了 你知道吗 谢谢大家 我是Storm徐 徐风宝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很耐心地倾听用完我 这45分钟的一个 怒吼式的表演 然后还有一点是 我希望能够推广这项艺术 在中国 对不对 希望大家能够 除了来议席之外 然后更多地走进小剧场 来看我们的演出 这是我们的一个 微信公众号 大家现在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加一下 我们在里面会推送 我们全国演出的信息 然后还会有很多 关于单口喜剧的一些知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叫喜剧联合国 好 非常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